第二个人民警察街前夕 离水师公安局特警支队 突击大队的队员们 带着节日的喜气 走进了校园开展宣传活动 让小朋友们近距离感受 警察这个职业 特警队员为小朋友们 现场展示了92式 95式79式手枪 以及防爆枪 防爆头盔 盾牌等警线 四位特警还穿上了突击队服 吉利服 驯龙小队服防爆装 与同学们近距离互动 掩饰装备的使用 让孩子们在实践当中感受到了 如何安全防身防护 同时也对警察这个职业 有了更深的体会和了解 让他们更加坚定了 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勇敢正直的人 特警支队民警还结合110警察节 校园70反诈等开展知识问答 通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科普安全防范知识 因为现在很多的新闻里面 都会出现一些极端事件 上这个课呢 就是给孩子们一个概念 让他们知道 当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做 今年的人民警察节 适逢腊八节 浦江县正宅派出所的民警们 收到了来自辖区学校同学们的特殊礼物 警察叔叔工作辛苦了 他们每天风里雨里 站在路口执勤 在上下学途中 护送我们小朋友们的安全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腊八节之前 辖区两所学校的孩子们 就在老师的带领下 早早地盲开了 扒蒜 洗蒜 调味 装瓶 在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 腊八节的传统美食腊八蒜 就初步制作完成了 除了腊八蒜 孩子们还准备了腊八粥 亲手送到正宅派出所的 警察叔叔阿姨手中 警察叔叔辛苦了 喝碗腊八粥吧 喝着孩子们准备的腊八粥 警察叔叔们心里也暖暖的 这份温暖 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 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刚好是腊八节和警察节 是同一天 这个日子是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在这个腊八节期间 能够收到小朋友 送来的腊八粥和腊八蒜 我感到心里有一身暖意在心中 我觉得也深深感到 肩膀上的责任的重大 记者刘芳芳 编辑报道